大家好,今天想分享一个我最近经常用来做YouTube缩图的Apps 就是中间这个照片拼接 开它来看看 我喜欢用它的原因,因为它有自由拼图 我们先选一张照片,下一步 进到这里,去背景看看 这里有些正式的背景可以选择 或者是漸变色的 有图案的,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背景 我喜欢用一些清洁的,就用这个 然后中间这个边框的选项 就是用来调整张照片的边框大小 然后比例 可以按照我们不同的需要 去选择那张照片的比例 有些是给Facebook用 或者是其他用途都有 如果我们做YouTube缩图 就是要16比9 但16比9的画面 就是这么小的,就比较难操作 通常我会选择9比16这里 画面大,我就容易操作一些 但是用9比16的画面 但是用9比16的画面 等一下我又是要 另外用其他的相片编辑软件 把它放回横才行 它这个是你用单一张照片就可以 这样打字 我随便打一些字 这里打了字 然后调校一些字体的颜色 它的字形就不是很多 如果中文都是只有一个字形 如果是需要其他更多的中文字形 就可能要自己再下转一下 所有的字形 在右手边第三个方格 有斜线这里 就可以帮中文字 加一些背景色 这样 可以加不同的背景色 我又随便用这个 这个先 这里只有一张图 配一段文字 如果我是想 一些图形更多 也可以 捉细这一张 在添加这里 再选其他的图 下去 可以随意摆放 我们想要的图片位置 可以 这个是挺简单 挺好用的 Apps 如果是想 下底的图 升上来 这样卡一卡就可以了 又或者想些字 升上来也可以 还有关于 这个文字背景 那里 可以调节 它的透明度 这样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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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现在 保存了它先了 比较麻烦点 帮它旋转回一个 合用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一张束图了 因为这个是示范的 所以我的图 都是乱摆 是讲给大家 听它的用法而已 那希望这个介绍 对各位有用 多谢各位 祝各位 Happy每一日 拜拜